亲爱的小伙伴 我是小薇薇 据说2018年的夏天 是全网公认最美好的一个夏天 你同意吗 那个夏天除了有点热 似乎一切都很美好 今天整理了几首 2018年夏天超火的歌曲 一起带你回应这个美好的夏天 起风了 在2018年的火爆程度不言而喻 虽然原曲是改编自日语的一首歌 但经过买辣椒也用劝 天词改编曲风爆红网络 时至今日歌曲的热度依然不减 仍有很多的歌手翻唱 在于世界之大 我成最一世情望 不想挣扎 不做挣扎 不畏长话 我从将青春话给了它 连从之间贪出的剩下 心之所动就随不去 沐小雅演唱的这首 民谣风的《可能否》 估计很多人都会被歌曲的副歌部分所吸引 明明是干净素雅的女生 却在温柔之中 自有倔强与坚定 我听了最多的是 滕大爷翻唱的版本 仿佛张飞和李逵 手拉着手的撞南墙 南墙撞破号就是一片 辽阔的大草原任你驰骋 《往后余生》 这是一首翻唱超越原唱的歌 歌曲没有死心裂肺 跌宕起伏的情节 只有简单温暖 而又深情的爱情故事 多数人的生活都是贵于平淡的 而这首歌正好诠释了 普通人生活的心境 这首《一百万个可能》 充满韵味的词 侵入内心的曲 一度让我认为 是歌谈某位大佬的新作 在搜索了一番之后 才恍然大悟 歌曲的作者 居然是个外国妹子啊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 做一首曲子不叫难事 难的是用中文作词啊 可不可以这首歌曲被网友称为《渣男神曲》 张子豪跟女朋友相爱了三年 说好一起浪迹天涯共度余生的 可后来他后悔了 也许是为了音乐梦分手 经过了一段时间 张子豪发现根本放不下前女友 趁爱意还在 于是唱作可不可以 去年夏天同样也是一首 原唱超越翻唱的歌曲 歌曲讲述的是 关于青春气息里 恋爱的那点事 王大毛的翻唱 充满了少女气息 把歌曲描述成 一个人独自忍受 失落到释然的过程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身离死别 而是对方已经 风淡云青 你还念念不忘 最美的期待是 周笔畅演唱的一首 励志情歌 这首歌有着 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 虽渴望爱情 却并不盲目 比比的歌声沉稳低调 而又极具张力 犹如潺潺细流 不经意间 汹涌澎湃 直转情长这首歌 主要是通过写信的方式 给以婚前女友的情歌 回忆留恋曾经那段美好的感情故事 烟霸乐队以轻快俏皮的唱法 将这首歌演绎出来 其实对以前感情的纪念 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 人这一辈子最害怕把一首歌听懂了 仔细听的时候 仿佛看到了歌曲中自己的影子 而那些画面离自己 已经越来越远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